你们看我之前给游小爱打了一个暑假计划表 这个就比较详细 几点干啥几点干啥 他说这个太精细了 他不用 他自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个计划表 这个他自己做的 游小爱你觉得你这个做的味道还挺痛 还可以 你为啥关注这个来 感觉自己做不到吗 我是一种喜欢善变的女人 你觉得只要把那几个任务完成了就行了 不用按照这个具体的时间来是吧 你突然想干啥就去干啥 别被约束不太好 说明你还是不够自虐啊 我不太喜欢被约束 你现在必须得干这个 现在必须得干了 我想做手仗 必须得把这个干了 游小爱给自己做的是这个一个大个的 一个计划表 也还行 上午一起了也做 现在做手仗用这个 问可是本桌是吧 我们昨天那个带牛小爱去看了人生大事 跟哥哥一起 刘小爱晚上回来之后就不敢睡觉了 还拉着爸爸陪他睡觉 刘小爱你觉得很恐怖吗 不恐怖啊 那你为啥晚上不敢自己睡觉呢 太黑了 太黑了 那平时也黑啊都自己睡 那个人生大事里面的主演就是一个小女孩和那个猪一龙演技其实还挺好的 怪搞笑的 我看到那几个纸娃娃那个小女孩看到厕所的纸娃娃下来不敢去上厕所了 一个叫黄瓜一个叫茄子 我觉得他表情掉了他就唱着你啊 你还好没砸你脚子 我不是那么笨的人呢 不像妈妈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拿着筷子板 然后不小心筷子掉黑大拇指 不要借我的意思 我有这样的意思吗 我俩不知道 有 我仔细看了一下牛小爱这个计划表啊 少了一下 念字 对念字 没弄在上面啊 忘记 所以呢 你要不还是按照这个来吧 你觉得太 约束了吗 不自由 那要不你就 再重新做一个手架计划表 你这样 你每天 每天那个 起来了之后 把今天一天的任务给他写好了之后 然后每完成一下打个歌 然后到晚上睡觉之前 看看今天的任务都完成了没有 可以吧 其实说实话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段来的话 确实 要那种高度自律的孩子才能做到 我是一个 特别随性的 就啥时候 不要现在 现在我有点累了 我想坐回手中 想玩会什么什么的 啊 所以不想用这个时间的现在 嗯 女小爱还是一个比较会操心的 但是没有 还没有做到这种完全自律 哈哈 你所说的自律就是 拉屎只能拉两分钟 然后就从厕所出来的那种 哈哈哈哈 吃完饭自己妈好 又要干啥事了 这没意思是吧 嗯 嗯 哦 也有道理 就是比较枯燥 但是大致的每天任务要完成啊 嗯 好 做完了 看一下这个做的粉色的 有点花哨呀 哨女心 哨女心吗 嗯 嗯 接下来干啥呢 刷屏板时间 特别的happy 接下来就是女小爱最开心的时刻 刷屏板 都是看啥 看一些搞笑的视频 奇怪的人 哈哈 也是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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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